我们重要的 也要学诸大师 得尊普贤 从国向阴 我们做不到 我们还没证过 但是 得尊普贤 要认真 努力 去学习 学习普贤菩萨 头一条 离尽诸佛 对待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要有恭敬心 这是正确的 为什么 万思万无的法性 就是真佛了 在有情的份上 称为福性 在无情 动无矿 这个植物 植物矿 称为法性 法性跟福性是一个性 没有一点差别 我们的理尽 是对法性 连世间法里头 也讲究 你看李记 你翻开 第一句话 去离月 无不尽 没有一样 不恭敬 无论对人 对四 对五 恭敬心 比什么都重要 啊 弟子归上讲 头一句 父母呼 应勿化 有很多同学 来 在我面前 谈起 但父母都不在了 父母也不在乎他了 那你就可以不比应了 我说 你们把这个意思 全都看呆了 父母是举个例子 是你最亲的人 他叫你 你怎么会不答应呢 延伸出去 任何人叫你 你都要回答 这是什么 礼貌嘛 这是普行菩萨的礼尽祝福嘛 哪有人不叫的时候 听到庄没听见 你都不礼 这是没有礼貌 那就错了 活学活用 不要学死代版了 这是官党对父母 你的兄弟可以不答应了 朋友就更不必答应了 哪有这种道理 你学这么学 你学到哪里去了 活活泼泼 活学活用 弟子规里面 总共只举例子 讲了113庄事情 十三夜道间 只讲了十条 你看看 会用的 小成人会用 把十条变成三千条 那大臣菩萨更灵活 把十条变成八万四千条 哪有那么带班的 老师教会 只是提个纲领 提纲切领 自己在生活应用上 要有智慧 把他铺开 把他展开 也展开 无量不变 都在自己 学了之后 真的理解了 融会也贯通 能够应用在日常 生活当中 应用在工作 应用在厨师 待人 全用上了 感谢观看